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今天是带来魂兜罗归来新的一个英雄的测评 今天也是七夕节 首先祝大家七夕节快乐 这个英雄的话 扎德只要花2000多钻石就可以买到 所以说的话大家有钻石肯定要去买一下 他的定位的话是生存比较好 然后的话这个英雄属于辅助型的一个英雄吧 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技能 第一个技能纵火狂欢 认出三枚交易爆弹 碰到敌人或触地会发生爆炸 然后如果没有碰到敌人 在地上会形成爆炸会形成交易区域 对敌人造成一个减速的一个效果 第二个技能的话叫灭尽领域 这个灭尽领域的话会产生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类似可以理解为叫护盾 围绕在自身 然后保护自己和几方英雄 减少10%的伤害能持续6秒钟 而且的话这个护盾6秒钟之后会发生爆炸 这个爆炸会对敌人产生伤害 这个伤害的大小直接取决于 当敌人在这个领域的时候所受到的伤害 我们直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技能 第一个技能包由那个交由爆弹 比较好理解 当然他上面这个激光 跟他这个技能是没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技能叫灭尽领域 灭尽领域在这个范围之内 最后会发生爆炸 这个爆炸敌人所受的伤害 根据敌人在这个区域的时候 我们攻击他多少伤害 那么爆炸的时候 敌人收到的伤害就会更高 然后他第一个是赛博改了 就是他有一个灭尽之眼 就是他后面有个小尾巴 可以自动帮他去攻击 就相当于给他自身 多带了一个宠物一样 另外一个被动的话 强力交友 这个倒没什么 还有一个被动的话 就是进入灭尽领域 会受到眩晕效果 另外的两个被动 当然我没激活了 就是灭尽之眼 就是这个小尾巴 在射他的时候呢 三次之后会 敌人会发生爆炸 就给一个增加持续伤害 另外一个火上浇油 就是浇油的敌人 有额外的伤害 以去消 但这两个我没解锁 那么的话 这个英雄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还是属于一个 辅助型近战的英雄 只要他的二技能 灭尽之眼一开 说错了 灭尽领域一开 然后直接用火焰枪 直接去烧对面 我觉得还是一个 比较强力的英雄 但是我们不去打 这个三比三 咱们直接去打一把热身 一把近身枪 喷子或火焰枪都可以 另外一把远距离 这个英雄 如果在开这个 灭尽领域的时候 直接用火焰枪去烧对面 尽可能跟对面进炉 然后浇油爆弹的话 这个是远距离 这个英雄可近可远 用一技能浇油爆弹的时候 最好是远距离扔出去 对面是个比尔 这个比尔是个真人 有这个符号的 肯定是个真人 因为有左边的这个标签 这张地图的话 还是找 因为比尔这个英雄 可近可远 普通的比尔还是挺强的 普通的比尔还是挺强的 然后浇油爆弹 爆炸一下 浇油爆弹的话 伤害是浇油爆弹 nice 这波直接用 变成火焰枪 他想吃 他想吃雪包 他直接带走 一雪 这边希望是个雪包 没有不是雪包护盾 不是护盾 雪包来一个好的 nice 浇油爆弹 来扔一个 然后开启 开启我们的灭尽领域 灭尽领域 然后可以爆了 爆 好的 浇油爆弹 直接在火焰枪烧他 浇油在灭尽领域之后的话 伤害是非常的高的 然后继续继续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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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哎呀 差一丝血 这你大爷 这不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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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直接 直接一枪死呢 直接带走 这操作真的是 我本来以为凉血呢 很道理 你说来浇油爆弹出来 这边先别挤 先别挤 把这个攻击的吃一下 攻击的吃一下 然后把这个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往下走 没事没事没事 然后浇油爆弹 没有扔到的话 没事 没有扔到没事 对面还是一个比较的顽强 来浇油爆弹 来 有点难受啊 这不 主要确实浇油爆弹 来 一定要跟他正进路 然后爆一下 浇油爆弹 再见 我的天 浇油爆弹 没打中他 没打中他 没事没事没事 来 护盾给自己来一个 只要在我们这个护盾范围之内 要爆一下 然后浇油爆弹 好 再见 再见 凉血 好 DoubleQ 这个灭尽领域的时候 大家如果就是一个说什么呢 这个是个真人 这个是个真人 灭尽领域 如果你对对面不造成伤害 你灭尽领域爆炸的话 是没有这个效果的 那好的 这一期这个英雄测评 我们也是给大家做到这边 不会是个妹子吧 对面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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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